魯梁是東洋來的修女 。請多多指教。 我是偵探本麗在麗符星銀色電台的半點鐘廣播節目, 由中華民國五十年十月三十一日星期二起, 每逢星期二、星期四,這兩晚七時至七時半, 凡是科倫左十匹鹹龍銀紙的訂戶, 都有資格參加猜兇手破案。 先聽前半段故事的發展,甚至每一句解口和音響效果, 來找出諸司馬跡,從而掌握破案的關鍵。 然後根據主持人的要求,指出哪一條狠樣是兇手、 涉查、犯罪者、或解答其中的疑問和關鍵。 回答中而又被抽中,便只剩下一張青鞋。 麗笛影星食主這條狠,由張青編導, 找你彭菲丹正當男主角。 那一段時間,她剛才死媽媽,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五晚六點九, 她的七十四歲媽媽在家裏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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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, 就向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一月五日星期五起, 由晚黑九點播到九點半, 上麗笛影星直播《我是靜探》做呂峰談掌。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四月,被小事簽罪賣國語片。 初初都很大方便她繼續和麗笛影星做《我是靜探》, 後來炸營營要她收檔。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五月十五日星期四晚七點半至八點, 呂峰談掌是節目說她年紀大要退休和。 下個星期,即是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四起, 就改由雲映奎編導,樂公飾演的樂林探掌。 她的形象比較仁慈,不夠多說話,冷靜機靜淡堅定, 廚師精細。 茶安時,每頓都要喝好多瓶雞精來提神聖腦, 令蔡基飾演她助手靈光。 黎衛敏飾演十三點女比書黎少寧, 是這樣的直直直直到中華民國六十年尾至今期。 這條橋並不是又是比無線國歡樂今宵差過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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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